台股近期沦为外资提款机 到今天已经连六卖 金额超过了2000亿 不过近期官股券商 却都是进场买钞 有立委就询问政府 是不是有下令要护盘 不过对此财政部次长阮清华 他就说这次真的没下令 也让不少股民在网路上揶揄 原来是公股自发性护盘 放官股每天在买啊 有没有 台股三天狂杀千点 外资和贩公股券商上演你丢我捡 立委好奇 公股的钱白白送出去了 是否因为接到政府指示 没想到答案竟然是 这是公股自发性护盘 要你们贩公股的都要去护盘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我这一次真的没有 贩公股的这些进出 其实不一定是自营的 有些都是经济的部位 再三强调这次没叫公股护盘 不少股民网路上揶揄 哪次不是自发 只是找公股去喝个咖啡而已 不过这回财政部可能是说真的 因为金管会说台股没有股灾 只是震荡比较大啦 请问主委 这什么叫股灾啊 的确是地缘政治造成股市大的波动 那是不是灾这个每个人的定义啦 的确是一个震荡 一个非常大的震荡 金管会主委黄田木也提出 二月出口金额 经济成长率 上市贵基本面 台股殖利率 还有本益比等五大理由 会支撑台股表现 不过这波沙盘 小股民们还是受了不小的伤 还好台股九号总算反弹 指数上涨一百九十点 收在一万七千零一十五点 顺利占回万七大关 可惜外资还是续砍超过三百亿 连续六天砍杀超过两千亿元 如果连年限都够不到 那就很弱了 如果能够碰到年限 拉回扩充再打个底部 迎接让各种消息面的利空 慢慢沉淀以后 我相信台股就会比较友好的机会 专家建议小顾民们 现在可以开始低接股票 电子股从今年成长性加的着手 传展股优先选择货柜和钢铁 不过整体持股比重 不要超过五成 会比较安心 东森采经新闻 科黄明叶子晶台北报导 看盘封段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